7月19日央视报道了正在宁波北伦封闭集训中的中国女排 为了备战下个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18届亚洲运动会 目前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主帅郎平的带领下 正紧落密鼓的夹紧训练中 主教练郎平表示将会派出最强阵容出在亚洲运动会 并将在比赛中逆拼冠军 在宁波北伦女排训练基地中国女排自7月15日抵达之后 就在这里展开了新一轮的封闭集训 本次集训将长达一个月 这是亚运会和世锦赛之前的一次重要练兵 包括朱婷、张长宁以及新兴李盈盈在内 共有16名球员参加 主教练郎平说 我们集中了国内最强的力量来准备亚运会和世锦赛 训练课上 教练组将朱婷、张长宁、李盈盈和刘晓彤四位主攻手分到了一组 为他们进行针对性训练 四人无论怎样搭配都保持着两人在前排负责篮网 另外两人在后盘防守和祈求 由于张长宁商运归队不久 他的体力到后面有些跟不上 朱婷则一如既往的投入和百分百地专注 他前排篮网的成功率也是四人中最高 在昨天的训练队伍里 一名女排老将的出现备受关注 他就是曾经三次参加过世锦赛 被队友和球迷亲切地称为大姐的奥运冠军徐云立 在昨天的训练场地 徐云立身穿与其他队员们相同的蓝色训练服 让球迷们对他的商欲付出充满了期待 目前还不清楚徐云立到底是作为队员 还使助力教练身份加入 有球迷认为 徐云立不管是作为队员还是助教 他的回归都将给中国女排的副攻线 带来更强的力量 在谈到飞战本届亚运会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显得信心满满 他表示球队正在设法跟上国外 其他球队队速度加快的步伐 也在不断弥补前一阶段 球队所体现出来的不足 他认为北门是中国女排的伏地 希望在这里能够克服一些缺点 让球队整体水平得到提高 刚规队不久的张长宁 也说出了类似的看法 主教练郎平说 中国女排是16年的奥运冠军 并不代表是今年随便就是亚洲冠军 亚洲冠军也是要拼来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准备试锦赛的同时 不管谁去亚运会 我们都要去拼这个冠军 是导致的 want State